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4,000到5,000 而且是合逐 要在内部 要在室内 现在年轻人压力是大 现在好多年轻人都是要回老家 北上广 这几年中国的任何一个理财市场的经济增长速度都超过了房价的增长速度和甚至超过了互联网的增长速度 我想中国今天的理财市场是全世界所有做财富投资的机构和人都非常羡慕的吧 因为你在欧美也好都已经见不到一个财富的增长期了 对 那么你如果在一些东南亚国家像越南啊 缅甸啊这些国家 它可能财富还没到这个地步 中国刚刚是处在一个财富的一个爆炸期 因为恒天财富它是个十年的公司 但它今天已经在管理2300亿资产的一个财富 我们十年二十人中很多人做的产品我们是看得到的 刘传志的电脑 董明珠的空调 但是周冰他们提供的是服务 因为人民币的整个光环 你不知道后面站的那个人是谁 所以我是希望说把这张钱拿开 让他到目前来告诉我们说 他们那个市场是怎么样的 有些哪些欲望 有哪些贪婪 有哪些理性 这是我想仿周冰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动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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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栏目 你08年其实还没在恒天 没有 我在国度正在 咱们恒天等于是08年起来的吗 08年开始创业 对 恒天财富是刚刚十年 对 恒天财富创业十年 对 我觉得这个十年里面 其实中国的财富市场 其实也是一个随大于大的一个过程 那个你看十年前中国的保险 大概不到三万亿 现在已经二十六万亿的 比房价涨太快 对吧 是 我的感受就是我个人来说 服务的客户越来越大 他的投资能力也是越来越高 客户的购买能力越来越强 越来越强 客户的购买能力越强 你其实你做这个行业 已经做了二十多年了 在你的印象中 刚刚过去的十年 你觉得在中国的理财市场里面 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财富管理 08年之前 是个基本上没有人谈的话题 其实中国人原来是 第一是原来是没财富 对 后来有了一点财富之后 没有财富管理 对啊 如果中国的财富管理行业 是一天的24小时的话 那么现在是0点05分 刚过凌晨 刚开始五分钟 刚开始财富管理行业 那么如果说是 中国的财富管理行业 发展是一年的12个月的话 那么今天是1月3号 你认为那么早期啊 对的 很早 很早 但其实我们的货币资产规模 全球应该排在第二了吧 是吧 我想未来可能会更大 未来会更大 但是还是 我觉得还是那句话 就是财富有了 但是现在还没有财富管理 由焰火组成的巨大脚印 正沿着北京的中轴路 穿过天赫 非常漂亮的最后的结尾 第一个金牌点 中国女排夺得了冠军 G20领导员集体合影 占实不会呢 呈现了一个璀璨夺目的开启 天国女王公布新政府施政 与立法计划 天猫双十一狂欢节落下围 美国进攻轨机 能处以最大的下渡软件公司 三六营的战争 这两天就打到了高潮 第三届世界互联网大会 在乌镇落下 本节目由乌尔沃汽车 独家冠名播出 不用 头发都洗掉了 我都求了 我们也要化妆 稍微去 不用吧 这种拍就行 那不得欺负我 就是实际上 这十年我觉得您这本书 结的这个时间段特别好 就是2008到2018 这十年真的是 整个中国都是变化特别特别大的 我记得在十年前大牛市引起了很多新股民的进入 那么大家都觉得可以一夜暴富 对对 我有个客户 这个拿着绳子要在这个散户大厅里边要上吊 要上吊 然后我的这个同事跟我汇报以后 我说快把他请进来 我说这个什么情况 是一位50多岁的 当十年前 现在应该是60多了 十年前是50多岁的一位男士 他跟我说他把家里头唯一的房子卖掉了 二十几万 上海的嘉定区的房子 天哪 去买股票了 对然后全部都投到股市里面 对对对 然后不到三个月的时间 可能大概就剩了一两万块钱了 而且因为买的是权证 权证到期行权了 所以说一分钱都没有了 买的所有权证都注销掉了 一分钱都没有 他那人买错了 他本来去买股票 他不懂 买了权证 因为别人告诉他说买股票这件事情 是吧 套住了 他就认为里面东西全部都叫股票 套住了没有关系 只要你不割肉 总有一天会涨回来的 但是他没想到 这里边除了长期存续的股票 还有短期内就要注销的权证 其实可能还有别的 像中期的一些债券等等 其实交易品种是非常复杂 牛市是不是很多很奇葩的故事 说买一个什么东方文化 结果买成另外一个东西 就过了几天还发现砸了七八个掌听板 买错的赚钱的有 看到很多比如说高中毕业的一位投资者 借了五万块钱开始炒全证 半年之内赚到一千万 然后我记得他赚到一千万那一天 正好是他三十岁的生日 你想他多年轻 正好是三十岁的生日 我还专门要请他吃饭 结果半年以后那么一千万又回到五百万 就是这种而且只有高中学历是保安出身 这种故事确实还是蛮多的 对真正能干的人是一千万赚后以后 拿出八百万买个房子对吧 两百万继续炒 当时的话 但他不会那么干 他认为到一千万我已经差不多跟巴菲特差不多了 然后很快回到两个亿 回到二十个亿 然后我看到最多的 其实我觉得我入行这二十多年和最近十年 看到最多的就是两种分歧 就是说买房还是买股票 对啊 这是永远有争议的一个话题 对 但是随着最近五六年 慢慢的对买房这事的更确定的投资理念 会占据主流了 会占据主流 现在占据主流 但是关键是现在 也买不了了 原来是买房还是买股票 对对 那现在就是我觉得买房这件事 肯定不能在这个二选一的范围之内了 对 是吧 那就是我觉得应该是 也是二选一 就是自己做 还是 交给机构做 交给机构做 对 你讲的现在是这个问题 是吧 我到各地区去讲课 特别是公共场合讲课 经常碰到一个人站起来 我说周老师 你看我房子房贷也还清了 对吧 我有一个很正当的工作 这个股票呢我也看不懂 就会三千多点了 我现在要百万 我该怎么办 你给他准处一看 我的观点还是 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做 不是因为我在机构当中 因为我是在 确实看到了太多 就是因为不了解 因为就是不够专业 那么最终呢 还是要归零 或者说是出问题的这种故事 其实我自己的 我自己的财富 我也是要通过机构做的 我也不会自己做 但问题是哪里呢 老百姓又面临一个问题 说到底谁是专业的呢 你看这两天出了个事 叫云联会 是吧 南京的 又是几百个亿 就是他们每个人都包装成 一个专业机构 我也看了云联会的资料 他在OTC上市 也搞不清楚OTC什么东西 是吧 是纳斯克的三级市场上市 然后拿了很多的那个各个机构 给他的什么 这个乱七八糟证书 看上去挺好啊 上市公司 是吧 那么多的这个 这个得了个奖 还来几个经济学家 什么中国什么外汇研究所所长 来给你讲课 就进去了呀 就他怎么评判专业机构 这个事 你就给老百姓 比如说一般的白领街 一个最最简单的 一个人来向他推销 理财产品 或者一个机构 能够识别 最最简单的办法 第一点就是 你的机构 你所在这家公司 受谁监管 我们理论来讲的话 做财富管理 是一行 现在是两会 监管下的 这样一个机构 谁要问他 你说谁监管 对 第一句话 第二 是吧 你的公司 有什么牌照 有什么牌照 大部分公司说 我有私募基金管理人牌照 是吧 那你要看 他这个私募基金管理人 是不是在中级协 会员资格 或者说他的产品 是个贝亚 这是第二点 就是资质 企业资质 第三个 跟你接触的个人 你有什么专业资质 那至少 你要有 证券从业资质 基金销售资质 甚至更多的 AFP CFP 是吧 CPA等等这些 老板你哪记得出这些名词 老板你记得GDP 你记得很麻烦 你还叫他记得CPI 不是 你像横天的员工 拿这张名片 下面有一个叫做 基金职业资质号码 是有的 每个员工都有号码 那这也是个 不 你这也是个办法 反正 如果有老大妈看我们这个节目 或者有白礼看我们节目 有人向你推销基金 向他要名片 对呀 下面有没有这个资质 是这个吗 对 这是可以的 你依然是有基金职业 那个职业资格号码 每个人都有一个号了 其实我也有 我们都有的 金融机构要资质 个人也是要资质的 金融这件事情 确实不是说 说谁都能做的 我觉得前几年 还有人开玩笑说 有看到很多年轻人 陪他大妈跳广场 他们是谁呢 他们基本上都是一些 P2P的理财师 或者二手房交易的 那些年轻人 或者卖保健品的 大概这三类人吧 在替他 替大包大妈们的 儿女们在尽孝心 任何一个产品 我在想 可能在十年前 二十年前 大家还相信说 15% 20% 或者30% 的收益率 但是这些话 可能对今天的新中产来讲 就任何的一个 超乎你常识的一种承诺 背后 要么是奇迹 要么是陷阱 今天的中国中产阶级 或者横天财富 他们所面对的 这些用户 其实不一定是 这些大伯大妈 可能是 我们今天在座的 这些白领 或者城市的中高管 他们一定是一批 理性消费者 我认为 他们最符合 今天的中国的 新中产崛起 我想新中产 所形成的这种理念 对这些财富管理公司 是一个新的挑战 是一个新的挑战 你可以试试 但你永远禁一下 我 因为这就是 我做的 我 我会永远 永远 不让你 因为这就是 我做的 无人能能控制 我 因为这就是 我做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能是 这是第一位的 大家都在比速度 但是经过现在 首先来说的话 保值 保值排在政治前面了 首先想的是要保值 也想的是全球资产配置 全球资产配置也会有这个观念了 首先是我要对我的整个资产有一个好的规划 让它有更长的一个生长周期 让它有更长的生命力 所以我有经常我会说财富不是比多 而是比久 财富要比久 其实我们刚才谈了很多都是在谈资金端的事 如果我们放到资产端来看的话 现在是个什么状况 这十年里面在资产端发生多大的缘化 最标志性的事情就是今年3月28号 资管新规的出现 它其实把老百姓的财富管理的对应的底层资产的格局 做了一个重新的一个话段 其实老百姓知道这件事很重要 但它其实不知道它有多大的关系 你帮我们搜搜看 3月份 其实整个国家的这个 应该说是最本质的一个愿望 或者是最基本的一个安排 就是希望让老百姓的钱 能和咱们国家的实体经济的对接 让老百姓财富 能够真正的受到专业的 长期的 市场化的一种资产管理的一个服务 而不是说大家都去做钢队 是吧 做飞标 那么风险其实都是集中在机构身上 这是一种错配的 这个最终来说的话 就像就是击鼓传话 最后是一定要 最后是一定要崩掉的 最后一定要崩掉 所以说最好就是交给别人去做 交给专业的人去做 巴菲特不是说 他在那个策略里面 他10年前被人打赌吗 他买那个标准普洱指数 会赢过所有的风险投资吗 中国现在是不是指数投资会比较弱一点 是吧 是的 是的 就还没有 还不具有很大的稳定性 是吧 您做企业研究这么多年 是吧 就是原来我们是四川长虹 是吧 应该长虹应该就是当时是深发展两价 是吧 那时候20年前吧 还是15年前我记得 整个股市明星是20年前 传国课深发展两价 就9899年 您看 现在这两价 是吧 一价就没了 如果每年 五年都留在前20年 可能一家都没有吧 会有吧 没有 对啊 没有 所以那老板你怎么选 你说我根据你过去的业绩来选 那过去就没有业绩 业绩就是过三车样的这个市场 越是经济发达的地区 客户的投资理念就越成熟 因为他每天接触的都是这些 那么相对就是经济平质一点的地区 是吧 那么客户也要做财富管理 但是呢 就没那么没那么大的信息量让他去挑选吧 他会更任机构吧 但我问你谁更激进 是一个铁岭的人跟激进 还是上海人跟激进 南方 南方人跟激进啊 我这跟我想法真的不一样 你们大东北地区人不激进吗 应该是您所在的地方是最激进 是吧 江泽人最激进 哇 这样的 那么如果从投资额来讲是 钱更多的人跟激进 还是钱更少的人跟激进 那当然是钱更少的人跟激进 钱更少的人跟激进 那为什么江泽一带人跟激进呢 因为接触的信息量太大了 接触的信息量标的 是吧 阿里啪啪 是吧 然后每天这种投资传奇 包括上市公司也很多 对啊 马云加利我们家就两公里路 星期很差 天天上这个事就 实际上就是浙江 在这个 就是也是您提出的起头家这个概念 而且为什么是您提出来的 为什么是在浙江提出来的 这件事情我觉得还是有他的 就他在投资这根弦 你看这你讲的也是对 中国 我写集档30年 中国第一个做民间金融的1984年 就在温州 金湘 金湘政上面搞 是吧 温州是84年就开始 包括您提的 我记得您的书里提到的 义乌 是吧 对 那个要感谢他的那个县长 是吧 对 对 对 当时市长还是县长 是县贺华大家在马路上摆摊 然后后来说 夏宇怎么办 夏宇说 大个盆 大个盆 吗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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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场了 对的这个案例我记得特别清楚 您坐那边 我我坐那边 我从这上 我从这上好了 我坐那边 我头一次坐这车 据说特别大是吧 这车 回头我也买一辆 挺好 够大 这个后排空间够大 它的兴风系统也很好 然后安全系统也很好 你说那次碰到我 说我那个90车 开门是北京 关门是北欧 开门是北京 开门是北京 空气窗 开门是北京 关门是北 我都 那哥们就这个单口相 真棒 你是吴振迪 他是09年收沃尔国这把 大赌 赌对 就像你们做证券 会不会越做越胆小的 是做投资就是越做越胆小 会吧 一般不太敢赌 但是企业 做企业是需要赌的 企业需要赌 做投资不能赌 做企业需要赌 就是赌战略 所以说有时候马云说那话 说这个战略都是赌的 但是赌的不一定都是战略 印象特别清晰 刚才讲的我也很认为现在中国的这两年来我发觉确实面上去说大家愿意去学理财这个事了 他原来他没什么好学的 他就买个房子 然后股票里再放一点 这事情结束了 两斤设计都干不了了 北京一个人他干怎么干这个事 买不了放 现在就是没杠杆了 没杠杆了 而且国家对房价控制 去年10年北京房价涨了5.2倍 未来10年能再涨5.2倍 那都疯掉了简直是要对吧 不可能 那他就撒在那了 那这些人实际上是我认为是最需要教育的人 他真的常忙来 我是受您的启发 我觉得就是要摆这个理财这个事 就是做的跟做房地产投资一样的清晰简单 大家能理解这些 对 所以这个东西还是要用 我觉得就要用最简单的方式 或者某种 能和老百姓能够识别清楚这件事情 而且你看需求越往生 我们讲的需求越往生 假的东西会越多 而且它会包装越来越高 这个事 吴老师很快 法律法规就在这几年会上得很快 金融这个东西主要靠监管 它不可能说像那个 就是比如说像房地产公司 就是市场化什么的 靠产品什么的 不是的 金融主要靠监管 你来过这儿吗 我来过一次 你大学学的是什么 正院投资 正院投资 你们那时候学的东西 现在有 我是金融系 正院投资专业 就你去学这个专业的 96年毕业 正院投资专业 你们那时候 你学的那时候的教材 你觉得现在还有用吗 有用基本原理在 基本原理还在 我们那时候自己画K线的 拿那坐标纸自己画K线的 你画片头 图价 从我们的行业来看的话 就是觉得应该是 还是在监管上 有时候会犹豫 现在加大监管 实际上 我觉得是个好的时间方法 你就觉得 因为08年金融危机 其实就是监管方面 监管方面的比较宽松 实际上就是08年 宣告了 就是一个时代的结束 就是量化宽松时代的结束 或者叫金融 金融发展时代的结束 现在进入到一个 金融意志期 08年之后 世界金融行业发展 进入到一个意志期 平台期 那其实跟别的行业 也一样 估计贸易 也进入到一个意志期 中国之后了 中国由于4万亿的事 本来中国应该也进入 金融意志期 但是中国呢 4万亿反倒 让金融变成了一个发展期 跟国际那也是一个错位 对对对 所以才有了 说行长说 我们的利润已经不好意思说了 才有那样 但是我们从13年14年之后 我们也进入到一个意志期 未来可能 可能市场开放以后 跟外资公司竞争 又会变成一年新的了 是吧 你们这个行业 自管行业 保险 底层的东西不会变 是吧 但是就是形式上的 商业模式 产品设计 是吧 营销 服务 就这些创新 大家互相促进 挺好吧 是不是 其实周冰讲了两点 我觉得挺对的 第一他认为还叫监管 因为金融还是一个监管性市场 如果没有监管 如果一个人讲谎话 乱承诺 他不需要受到惩罚的话 那每个人都会去抢银行 所以金融的强监管 我们看到这两年是 特别是今年三月份以后的 监管政策以后 我觉得会在未来的一两年内 仍然会成为 整个中国金融市场的 一个主流性的 一个政策性导向 第一是监管 强监管 第二呢是大教育 就是消费者还是要教育他 当35和8在你面前的时候 你还是要冷水洗把脸 问他为什么他能到35呢 为什么他只能提供8呢 对你要消费者教育 也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件事情 理论上来说是这样 如果说不能达到这目的的话 我们这公司也没有价值了 但是我想 他没有办法承诺 不是他没有办法承诺 他不能承诺 就像你找任何一个医生 不能承诺你健康一样 对 但是我觉得这里边有两点 第一点就是客户 就是你刚才你说 我有些钱 我就会成为你的客户 其实现在就是国家的监管要求 如果说这个机构 对你没有选择的话 你真的要小心一点 因为现在监管要求 就是说你来做 首先不能低于100万 单比投资额 第二你要提供 是吧 你有500万的 这个可投资资产的 这个证明 或者说最近三年 年收入不低于 平均50万的 这个收入证明 没有这些的话 认为你没有风险成员能力 这是国家 对 这是国家要求 对合格投资者的要求 第二来了以后 其实就是找这样的机构 能挣到钱的话 还是要对产品的要有一些了解 要有一些了解 不能说是只是觉得你让我买什么就买什么 你就是还是要有一些产品的一些学习和了解的 它其实涉及到一个特别大的市场叫理财市场 对因为在七八年的时候中国人是无财可理的 那么在十年前其实我们的理财还是很单调 老百姓把钱捧在马路上 左边去股市 右边去楼市 没有什么选择 但到今天你看 楼市不再是一个最好的选择标的 股市好像也仍然风险非常的大 所以老百姓的资产越来越多 那么所以怎么能够找到一个合格的 可以拜托的理财投资机构 实际上是很大的问题 其实一张货币的左边叫贪婪 右边叫理性 人就在贪婪和理性之间做摇摆 对 那么我在想未来应该 它这个指南针越来越偏向于理性这一部分 你看中国的古代 或者今天中国银行门口一定有两个石狮子 然后所有的房间大楼银行的墙是最后的 所以银行首先它第一干的事情是说 我是在这条街上最后一个被炸掉的房子 所以防范风险是金融业的一个基石的东西 但是前几年因为泡沫实在太多了 然后钱实在太多了 机会太多了 所以大量的投机的人进入到这个领域里面来 甚至我们今天在做这个节目的时候 还会出现像云联会这样的一些诈骗性的 或者传销性的机构 还有几十万人上百万人会相信它 但是我觉得慢慢随着监管的加大 随着中产阶级人数的不断的增加 理财市场一定会变得越来越趋于理性 好 谢谢你啊 谢谢 胡老师辛苦了 哪里了 聊得很好 胡老师辛苦了 我们能够把那么枯燥的话题聊得那么好 主要是您已经找得好 金融其实和人的这个是分不开的 金融就是国运啊 国运就是金融啊 是吧 老百姓他在理财的时候 那肯定还是有钱可理嘛 是 有财可理 是 如果大家都要做投资的时候 那有财可投嘛 是 对吧 是 你到哪一天说金融没有了 那不可能 金融不会没有 或者金融萎缩了 我觉得金融就是一定会和我们整个世界经济 是一个相生的一个一个一个造型 会共同反承 会共同反承 蛮好 很好 是 对吧 你 是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